我的三大节制都要到了 慈禁马来西亚八生之会 即将举办御佛典礼 为了让御佛更加庄严殊胜 志工走访当区多个佛教道场 邀约法师引领会众 虔诚与佛 因为第一次也完全没有经验 师父常教我们就是诚之情仪 用我们那一份很真诚敬仰的心 来供养我们的三宝 很感恩他们看到我们的师兄姐的 团队的用心跟已经真诚 所以他们也答应我们来 参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圣会 除了邀约法师以外 为了圆满千人徒行御佛 社区志工把握时间 用不同的方式走入人群 向民众宣导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一起来宣导这个圣大的典礼 因为要祭更多人的三年 可以虔诚地来祈祷 那这个天下很灾很难 而殷逸志工则在自家祖屋大楼 逐户按门铃 邀约左邻右舍一同参与 在吉隆坡我只是叫志工 你就是这样一辆巴士你就是去 这样要是很好 有些我是不认识的 一家一家就去要他们 我觉得是那次我可以再去募他们出来 还有志工除了在早市向会中宣导 也邀请他们齐聚一堂举办茶会 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 慈祭御佛三节合一的意涵 大家都会想到说母亲节 一般都会说我请母亲吃一餐 几时都可以吃 这个来一起带母亲来 那个御佛真的体会不同 让他带母亲一起来感受 社区志工集体总动员 并不只是为了圆满徒行御佛的人数 更重要的是让民众更贴近佛法 透过御佛清静己心 大新闻刘海伦代辉达 马来西亚报道